台球原理第十一课 白球的旋转状态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学习走位方面的知识 首先我们来了解白球的旋转状态 我们击打白球时以低竿为例 白球首先会向后旋转 随着旋转减弱 白球会进入滑行状态 滑行一段距离后 再开始向前旋转 因此白球共有前旋 滑行 后旋三种状态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高竿 中竿 低竿 注意 不是以你出竿时白球的状态为标准 而是以白球撞进目标球时的状态为准 例如打低竿时常常因为后旋不够 导致白球在撞进目标球时已经处于滑行或前旋状态 就会出现定竿或高竿的效果 同样在打高竿时 由于白球是直接以滑行状态出去的 如果提前进入前旋状态 高竿效果就会很差 白球的旋转状态是由白球打电和力度共同决定的 只讲打电不讲力度都是耍流氓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其实两颗球的位置不变 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力度和打点 来打出相同的分离路线 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白球撞击后运动的距离不一样 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讲解走位相关的知识 关注我 让你学球少走弯路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